现在很大一部分是中共国的老百姓 你们在中国活不下去跑出来了 对于现在有个 这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流行的事叫做论 论论 就能够论出来的中国人不全是有钱 还有能力的养活自己的人 很多是被迫无奈 逃亡 因为在中共国很多人就没办法活下去 去他跳河自杀 跳桥自杀 现在很多 所以有的就跑出来 英雄谋生 因为在中共国实在活不下去了 就论到国外了 那有的是偷渡 有的是偷渡走线什么的 那有的是到了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这一部分就能够出来碰运气 运气好还能活下去 运气不好就成了当地守在国家的奈民 一般情况下你跑出国的话 除非你在这些路上就出事了 你到了守在国家 一般跑到这些发达国家 基本上都不会让你饿死 至少它会有一个社会救济